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講一個簡易的符水印 就像是我們用文字工具 好 點選文字工具 水平文字工具 在上面打個字 好 像這樣打個字 打在上面叫Rainman 打個Rainman 或是你要一些重要的技師呢 可以把它打進來 好 打完之後呢 假使你要再做一個比較大一點的 好 我把它放大 Ctrl-T之後把它字放大 好 把字放大之後 像這個字在這邊這麼大 好 那我這個符水印我想要做 把它融入畫面那一種 另外一種效果 那我可以先 因為剛才我們做的是字比較小 這種在上面小小的 那我這個想要做大一點 我可以按住Ctrl鍵 點文字縮圖 這邊點一下左鍵 產生選舉範圍 在你文字有選舉範圍的情況下 關掉眼睛 文字眼睛關掉 好 現在上面還是有選舉範圍 好 這邊還是有選舉範圍 有選舉範圍的時候呢 點到你的圖片 按下 Ctrl-加-J 烤貝 烤貝圖層 烤貝一層出來 這邊有一層 烤貝出來了 好 烤貝出來之後 點著你烤貝這一層 按下下面的 Fx 混合選項 裡面的斜角和浮雕 點進來 點進來之後請你 注意看一下這個浴室叫打勾 那你看到這邊的字 好像有一點點洞 沒關係 我們把它 拉深度 你就看到字圓有一點立體 好 尺寸可以再拉一下 字就會更加立體 好 那螺化也稍微拉一點點 打到你要要求之後 你想要邊緣更加亮的話 我們可以再點選 外光雲 打勾 打勾之後你可以拉一下 展開 好 這邊可以拉一下 它的邊緣的銳利度 會有白框出現 會更加銳利 好 那這邊它的尺寸 你可以自己再決定嗎 看你要怎樣 好 好了之後呢 按下確定 這就是另外一種浮水印 上面有個外光雲的框 然後又是從 就像是從下面的圖片浮上來的效果 好 只有這個效果 好 這是另類的浮水印 跟我們的這一個 打印小小的字在旁邊 這也是一個方式 好 以上就是浮水印簡易的設定 好